如何快速干爆一辆汽车 电影当中是这么教我们的 对着他的邮箱开一枪 可奇怪的是 阿尔拯救了自己的队友与飞机 由于在这次任务当中出色的表现 阿鲁斯被授予杰出飞行十字勋章 你以为故事就这么玩了吗 这一架直升机的模型 大概率会以为它就是个儿童玩具吧 跟我的这两个玩具应该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它其实是真的 修士XH17 1952年9月16日 首次飞行前前后后测试了三年时间 总共起飞33次 留在空中长达10个小时 而且正是有了它 才会有后来大名鼎鼎的AH-64阿帕奇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它的故事 当你第一眼看到这架直升机 会留意到什么呢 首先就是那对比利显得 极不协调的巨大悬疑了嘛 是的 直到现在那对悬疑仍然保持着世界纪录 直径高达40米 这就意味着它其中的一片悬疑的长度 差不多就有20米了 基本上是两辆55座大巴加起来的长度了 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来脑补一下啊 总之是非常夸张的 另外一个明显的特征呢 就是那四条恨比天高的起落架了啊 他们将XH17的整个机身高高的拖了起来 明显就是为了将悬控的部分给留出来 挪作它用嘛 是的 这就是设计建造XH17的全部目的了啊 它是一架所谓的空中起重机 为的呢 就是将军事物资快速的进行转移 1946年1月啊 美国陆军航空队发出了一份招标书 他们希望获得一架能够抬起4536公斤 有效转合 最快能够飞105公里每小时 可以悬停在915米的高空 可以覆盖160公里的半径 可以续航30分钟的重型直升机 并且这架直升机呢 还必须要边于拆线 以便能够装在标准拖车上面 到处去运输嘛 好 所有人都仔细的思考了一下 认为这样的要求 似乎只能够拉出激进冒险的方案 才能够获胜了 比如说用巨无霸的旋翼 并且一改传统的从中间这根轴 来驱动它的方案 而是用翼尖喷气来推动其旋转 跟我们昨天讲的英国的死亡之轮 有翼曲同工之妙嘛 所以你看这张照片 翼尖上那段锯齿状的造型 就是喷口的位置了 而在这张照片上虽然是黑白 但是我们仍然是能够看到 旋转起来的翼尖上 那四个明显的亮点了 它们就是正在往外喷气的翼尖喷嘴了 一开始这个合同交给了凯利特旋翼机公司 并且设计方案都已经基本完成了 中间还经历了几轮的调整 比方说将原本只是往叶片中间吹进去 经过压缩后温度并不算高的空气的冷循环方案 改成了后来将涡轮机的热空气吹进去 再在翼尖喷射燃料 使其点燃后喷发的热循环方案 把动力翻了三倍还不止 但是等到要实际建造这架直升机的原型时 凯利特却没钱了 这么好的东西难道就要流产吗 空军也很着急 于是就撮合当时完全没有直升机开发经验 但是又前的修斯飞机公司和凯利特做到了一起 说要不你来当一下接牌侠吧 修斯则是一点犹豫都没有 当场就答应了下来 并直接数了25万美元 把凯利特所有的设计和早期的模型装置给全部接了过来 这个冤大头似乎当得很干脆 这哪是冤大头 这就是抄底 修斯本来就想要进军直升机领域了 但是却苦于没有经验 这下好了 25万就能拿到行业的入场券了 简直是不能再便宜了 所以很多的凯利特资深工程师就极力反对这笔交易 他们知道修斯的脑袋里面都在想些什么 当然拿到一开始叫做XR17 现在改名叫做XH17图纸的修斯 也的确是没有敷衍 而是认认真真的 东拼西臭的将原型机给传了出来 双座驾驶舱来自韦克CG15军用滑翔机 可以操纵的单轮前起罗驾 来自北美航空的B25米切尔轰炸机 后面的双轮主起罗驾 则来自道格拉斯C54空中霸王 连可以装下2407升燃料的油箱也是借来的 甚至用途还给改掉了 它原本属于一架波音B29超级堡垒 是用来装炸弹的 好 动力则有两台通用电器改进之后的J35 涡轮喷机发动机来提供 来自中间压缩机及的压缩空气被送入到罗天阳的轮毂 然后再通过管道进入到每个叶片尖端的4个尖端燃烧器 在那添加燃料并燃烧 当悬疑以每分钟88转的正常速度转动时 这种双发配置将为XH717提供相当于3480匹马力的功率 不仅可以将自己 也可以将额外最多4665公斤重的东西带上天空了 载重指标已经是超过了军方一开始的要求的 还不赖哦 但是它的噪音巨大 很多受邀为关期首飞的记者都说 它听起来就像是在不停的开炮 你哪怕远在十几公里以外 也是躲不开这样的噪音的 实际上休斯实验场周围的居民一直就是在投诉它的 第二 它油耗极高 效率极低 最大行程只有可怜的64公里 仅仅是标书上的零头而已 严重的不合格 第三 悬翼的寿命极短 由于又是拉又是扯 又要空心又要喷火 就使得它很快便达到了疲劳的极限 属于一种易耗屏 估计真的使用起来成本也是递不了的 于是在断断续续的测试了几年 当悬翼第一次到达更换期限时 干脆就把整个项目给停了算了 军方可以把资金用在那些更小更为便宜的直升机上面 但是救援人员竹竹等了20分钟却也不见 一个人从里面走出来 终于基地指挥官约翰·克里斯普少校失去了耐心 他上前一番折腾之后 打开舱门只剩就爬了进去 然而展现在他眼前的却是空空荡荡 一个人都没有的机舱 驾驶舱里面没人 领航舱里面没人 无线电舱里面也没人 所有地方都没人 他们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但这架纵约25吨的重型轰炸机的的确确就在刚才成功的迫降到了这里 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发生在二战当中相当机枪 又绝对真实的幽灵轰炸机事件 接着开头的故事讲下去 克里斯普少校刚一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定是非常懵圈的 因为他在进来之前他是很确信自己一定能救出几个活人的 而且大概率还是活人更多 因为在发现这架B17快速冲向基地时 他留意到四台引擎中有三台还在正常工作 机身上没有明显的损坏 齐落架也已经放了下来 即使在重重的触地后 螺旋桨和一节机翼都已经被崩飞了出去 但机身仍然保持了完整 就连那三台原本工作正常的引擎也都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所以大家肯定还待在里面等待救援吧 然而此时他的后背开始发凉了 为什么哪哪都没有人啊 难道这架飞机上打从一开始就根本没人吗 不过他接下来发现的一系列证据 则直接否定了这个想法 我们来跟着他一起看看 首先他找到了12个摆放整齐 一看就知道是在为跳伞做准备的降落伞包了 他们都还保持着未被打开的状态 显然如果有人跳伞的话 他一定什么都没有背上 接着他看到了一些吃掉一半的巧克力 拿起来一闻还相当新鲜 然后他钻进了领航舱 仔细搜索之后他又有了两个重要的发现 一个是已经接掉了伪装的斯佩里头戴瞄准具 这是一台早于诺顿的瞄准具 后则在我之前的视频里面有过详细的解释 很有意思 我建议你一会儿一定要去看看 由于保密程度极高 所以这种瞄准具只会在执行轰炸任务的时候 才会被放进飞机 而且肯定是要等到投弹之前 才会将用于伪装 以防不幸坠机后 瞄准具被敌方捡走的盖子给揭开的 所以一旦揭开说明机组 已经做好了要投弹的准备了 另一个就是放在旁边 领航员工作台上的代码本了 首先它被人用笔在当天的日期和任务代码旁 做了记号 其次在空白页的最后一行 显然是有人在慌张中写下了一句 Bad Flag 猛烈的高射炮击 所以综合起来 这些证据就还原出了这样一个模糊的事实 在这家B17上是有机组成员的 他们当时正在执行轰炸任务 但是却遭到了猛烈的高射炮击 在炮击之下 飞机应该是发生了某些致命的故障 导致机组成员才不得不选择弃机跳伞逃生 但这样的解释 就连克里斯普烧笑自己 也无法说服自己相信 因为矛盾相当明显 在迫降前 他所观察到的标期并没有什么损坏 显然是不符合契机条件的 而另一个是 如果要契机 你们至少也应该要背上降落伞 怎么可能就这么直接跳出去 太不符合逻辑了 所以这件事上报之后 引起了从上到下各个方面的关注 军方开始派出专门的调查小组 前往比利时了解真相 幽灵堡垒这个称呼 开始出现在各个头版头条 人们更喜欢谈论它背后的神秘力量 没办法嘛 它确实是太神秘了 就连调查一开始 也还在为这样的神秘做贡献 他们发现 这家B17居然没有名字 按照传统 每一架B17都应该是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名字的 或者叫做昵称 比如很有名的孟非斯女郎 地狱厨房 皇家童花顺等等等等 然后会在飞机头部给他们 会上一个大大的图案 而这架飞机却什么都没有 调查人员只能找到一串生产序号 奇怪吧 但好在在这串代码的帮助下 调查人员终于找到了这架B17所属的部队了 第91轰炸机大队 第324轰炸机中队 由哈罗德德伯尔特中尉指挥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德伯尔特中尉还活着吗 他不仅活着 他还带领着全部8名下属好好的活着呢 在成功的跳传之后 他们落在了布鲁塞尔郊外的一座公园里面 经过一位当地大爷的帮助 在一座废弃的校舍里面躲了几天之后 被英军给营救回去了 好了 看样子 调查人员所期待的真相似乎终于有了着落了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德伯尔特中尉的证词吧 当天上午 他们受命参加一次 针对德国梅尔赛堡炼油厂的轰炸任务 梅尔赛堡是德国的一个重要工业城市 被看成是当时德国仅存的获胜希望 所以被重兵把守防空火炮多达400余门 比首都柏林还要多出一倍 堪称盟军飞渊的梦魇之地 而不同于英军 美军还尤其喜欢在白天发动轰炸 虽然良好的视野有助于自己的准确头弹 但同时也让敌人的炮火更容易找到空中的目标了 估计是他们觉得自己的标七惊打 所以不太怕吧 德伯尔特中尉指挥的就是这样一架揭示的标七了 他在几天前才从第401战斗中队调过来 所以这架B-7没有属于自己的名字 也是显得不那么奇怪了 在跟着大部队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已经接近了目的地 并开始往8500米的头弹高度爬升了 但就在此刻 德伯尔特却突然发现自己的飞机不那么给力了 其中一台引擎似乎出现了某种故障 让他不得不脱离编队自行寻找解决方案 你想啊 这个时候位于敌方阵地上空 落单低飞 不明显就成了活靶子吗 于是高射炮火迅速袭来 其中一发直接就打进了弹药舱 但是说不清为什么这么命好 炮弹却并没有爆炸 只是将头弹机构给损坏了 德伯尔特中尉插了一把冷汗 又转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处境 外面高射炮火继续在旁边不断的炸开 鬼知道下一枚会不会就直接冲进驾驶舱 里面受损的头弹舱正冒出滚滚浓烟 很快就将飞机整个笼罩住了 机械故障也让炸弹无法释放了 还有起初原因不明停掉的那台引擎 已经彻底完蛋了 只剩下三台似乎还在继续卖力的工作 于是他当即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任务取消返回基地 开始转身朝英国飞了回去 但是飞机的动力还在持续损失 又有一台引擎开始冒烟了 它们的高度也在不断下降 德伯尔特中尉就下令将机舱内所有不必要的东西全部抛弃 希望能够挣扎着飞过海峡 不过让它失望了 第二台引擎很快便从冒烟变到起火 最后停机了 它们显然是不能再继续往前飞了 唯一剩下的选择只有气机跳伞了 按照德伯尔特的说法 它先是让机组成员一个个跳出 最后才在将飞机设定到自动驾驶模式后跳出去的 它当时绝对是想不到 只是为了让自己跳出去的自动驾驶模式 居然连飞机本身都给救了下来了 是的 这架B17在经过维修之后竟然又上了战场 而德伯尔特和它的八名战友 也继续战斗到了战争结束 但故事就这么结束了吗 没有 因为围绕着它的谜团还是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 我们来总结一下 来自地面的克里斯普少校的说法和来自空中德伯尔特中尉的说法 是有很多相互冲突的地方的 第一个是 空中的声称他们曾遭到了猛烈的高射炮击 但地面的却说他们看到的飞机完好无损 所有后来的损伤其实都来自于迫降式的冲击 所以遭受猛烈炮击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呢 第二 到底坏了几台引擎 空中的声称坏了两台 地面的折称至少还有三台在正常工作 甚至连迫降停下来之后呢 那三台引擎都还没有跟着停下来呢 第三啊 空中的说 他们背着降落山跳了下去 所以获救了 而地面上看到的却是12个完整没有打开的降落山还在飞机上 第四 自动驾驶没错 但是自动降落这种事可从来没有发生过啊 想想也觉得不可思议啊 于是整件事就显得扑朔迷离起来了 难道真的是受到了某种神秘力量的操纵了吗 官方可不太喜欢这种态度啊 他们更愿意用惊人的巧合和极端的运气来对这件事做出总结 并也成功的为以上四个矛盾的说法呢 找到了合理的解释 诶 我们来听听啊 第一 比利是基地的人员 由于缺乏对BL7的了解 所以很有可能把一开始它的战损误认为是它在破降后的摔损 第二 在机组契机之后 那台一开始莫名其妙停掉的引擎又莫名其妙的恢复了 第三 既可以是这架BL7多带了很多的备用降落伞包 也可能是克里斯普少校呢 看到的只是空了的降落伞外包装嘛 它并没有打开敞看里面啊 第四 BL7飞行堡垒是世界上第一架全金属的四发重型轰炸机 本身就以坚固而组成 经常都会发生在严重受损后还能安全降落的情况 所以这次无人降落虽然不可思议 但是发生在B17身上还是能够理解的呀 怎么样 你觉得这几个解释能抹去你心中的疑云吗 好吧 不管能不能啊 它都是二战当中发生过的最神秘的事件之一了 很高兴能够与你分享 我是魂简术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呢 讲给你听